我们说到了兰可尔 大家立刻跳出来就是一个神秘失踪事件 那是在美国 而在台湾又有一个非常难以理解的现象 人就这么活生生在眼前不见了 这是在彰化园林 还是一对母女两个人 原来monitor的镜头都拍到他们进到了电梯 然后眼睁睁就在眼前不见了 到底去了哪里 案子发生的一开始 大家的想法都很单纯 找两个人那还不容易 能藏到哪里去 要么可能被住户进到家里面被收敛了 要么可能发生了不幸的事情 从楼上掉下去了 或者他们掉到了水塔里头 但所有的路径查下去 都找不到结果 到底这对母女在那个电梯里 发生了一些诡异的脱掉外套 等等的诡异行踪之后 人是一对十多年了音讯圈 电梯门缓缓打开 女子走进里头 按下每层楼的按钮 可怕的是电梯门并没有马上关起来 女子神色慌張還探頭向外看 她在躲著誰 還是在躲肉眼看不見的存在 加拿大籍的蘭可兒 入住酒店之後 失蹤最後被發現死亡 監視器拍下 她在電梯裡的回憶行徑 至今還是危險懸害 而在台灣也有怎麼一起 震驚社會的電梯失蹤案 住在2008年有一對住在 就是彰化其他鄉鎮的母女 姓劉 劉姓母女 她帶著劉姓婦人 就帶著她4歲的小女兒 就到了這個 突然間到元寧鎮這個財經大樓 因為元寧鎮那個時候 財經大樓很明顯的一個地標 她到了這棟大樓之後 她突然間就進去之後 從此在這個大樓裡面 就人間蒸發 同樣也是發生在電梯裡 彰化母女電梯失蹤案 驚悚程度和懶殼事件 相較之下還更勝一籌 進到電梯裡 反常的把身上的外套都脫掉 再走出電梯 接下來再也沒有人看到這對母女 奇怪說你一個外鄉鎮的一個婦人 為什麼帶著小孩來這邊 所以當人就會對這個裡面的監視器畫面 各方面有可能存在的問題 就會提出來徹底調查 這次這畫面 停留在母女倆脫下的外套 還有鞋子 定格的畫面顯得格外詭異 事情的經過都得回到2008年 在電梯裡面拍到說這個劉姓婦人 帶著她的小女孩 4歲的女兒在店裡面的話 就把外套脫掉 把鞋子脫掉之後 從11樓這個地方一出去之後 最後的身影就是11樓的那個監視器畫面 拍到她說她往安全梯的方面走 儘管事情發生 已經過了將近10年的時間 大樓保全還是難以忘記那天的事情 我都全部都去找了 我找不到了 那警察也找不到了 事發的那一天 37歲的劉姓婦人 帶著4歲大的女兒 兩個人來到位在彰化的 這棟財經大樓 跟管理員折搖拜訪朋友 進電梯卻做出反常舉動 就此消失 一個住在那邊等她 等她的朋友 那個母女就計劃說 就從那個馬路 然後被她也停下來 就在逢母女 所以我們都坐後面她的停下來 她就衝進來 擔心是這位媽媽帶著女兒要去清身 警衛下的報警 但警察來了 半片整棟大樓 就是沒有找到這對母女的蹤影 我就開給她找 找不到 我說我找不到妳找不到 她不能信任 她自己要親裡面看才能夠信任 然後她找一個女孩 結果也沒有找到 沒有找到 建築物是附近唯一的一棟高樓 根本沒辦法跳到別處 不過就從現場地形來看 他們頂多只能爬到鐵皮屋頂 不可能離開大樓 那警方覺得很奇怪 那時候警方在調查這個案件的過程之中 他把所有可能性都把它列出來 包括說你從11樓 那是不是你有可能 從安全梯走下來對不對 安全梯走到下 那地下室裡面 他們連地下室的人孔蓋 就是下水道的那個人孔蓋 他們都去查 發現說這個人孔蓋 沒有被移動的跡象 就是一個婦人的話 你沒有辦法把幾十公斤的人孔蓋 那個鐵做的人孔蓋把它拿起來 所以下水道這個出去的問題 喪失了對不對 警方徹底搜尋了整棟大樓 連水塔都打開來檢查 就是找不到人 這對母女究竟去了哪裡 她在外面她還有小孩子 一個小孩 那你不能怎麼過日子 遠景愛家愛護訪查 任何一個角落都不放過 神怕漏掉蛛絲馬跡 但一個禮拜的時間 過去了人還是沒有找到 由於事發當時是晚上警衛 擔心母女跳樓親身通報遠景 警方兩度大規模搜索 愛家愛護訪查 連水塔管線間都仔細查看過 還是沒找到母女倆宛如人間蒸發 離奇的失蹤情節 讓附近鄰居一路紛紛 追查失蹤的流姓婦人的身世 她和丈夫分居 一個人撫養四個小孩 她卻突然帶著其中一個離家出走 說要是出門找朋友 沒有想到就這樣人間蒸發 阿嬤有 可是神明就說 媽媽就是去玩個兩三天就回來了 可是這樣過就五年了 連影子都找不到 家人從來沒有放棄找人 案件發生時造成不小的騷動 兩個人在大樓裡憑空消失 附近住戶各個人心惶惶 生怕是超自然力量在作祟 這裡就一直都很奇怪 就是一直都住不出去 然後它每一個 不管是公寓也好 店面也好 不管做什麼都不行 我們地方上會覺得 有點陰陰冷冷的 那你有沒有可能 從停車場的那個安全門出去 後來發現是在安全門上面 根本已經很久 沒有人在這個地方出路 大家都走電梯 這上面沒有紙紋 灰塵也沒有被擦拭過的樣子 所以你灰塵覆蓋這麼清楚 你如果開門應該會 留下一些急症 你都沒有 事情發生至今已經超過10年 但和蘭可爾案不同 至今還是沒人知道 這對母女的下落 整起案件也變成了一起懸案 其實失蹤事件在台灣 早就事有所聞 在山區迷走20天奇蹟式生還 人報受了將近10公斤 潘信男子說 這20天來他都是靠吃野生香蕉 椰果果腹 可樂就到西邊取水或是喝雨水 身上帶著兩件雨衣 在夜間遇寒 完全不知道自己在山中過了幾天 上了山之後離奇失蹤 經過十幾天之後奇蹟似的生還 一點傷都沒有 彷彿是去到了一個異度空間 國片拍出老一輩口中所說的 山裡的謀心啊傳說 走進山裡 就像是進入到結界之中 怎麼走就是走不出來 只不過這樣的失蹤案例 多半都是出現在山上 那彰化母女失蹤案 又該怎麼解釋 一般出現另外一座空間 那另外一座空間在某個時間點 門一打開之後人進去 人就不見了 消失了 這個一般是出現在比較 山林荒僻的地方 在都市很少見 那這一個地方 因為它本身整棟大樓呢 它的正中心點就是那個電梯 那正中心點一個電梯的 動來動去的一個擠壓 再加上它的這個 整棟大門的這個門檻 是一個墓碑形的 帶著民宿專家 來到出市的大樓 聽聽他怎麼說 所以就造成這個地方 被擠壓之後 另外一個空間出現了 那在某一個時間點打開之後 人就會不見了 鏡頭拉遠 導致高點往下看 路口錯綜複雜 乍看就像一把剪刀 對準這棟大樓 人進到裡面 憑空消失 那它到底會去哪裡 被擠壓的這個空間 這個門一打開之後 人跑進去 那往往很多都是消失 那往往在發現的時候 往往是好多年之後的 甚至不見了 因為天上一天 人間一年 所以它在消失的這個時間 往往就是好多年 萬一它在這個裡面 遊蕩的這個時間 沒有很短的時間就出來的時候 往往是經過幾十年後了 事情發生經過十年的時間 這件事情也從人們的記憶中 慢慢消退 詢問附近居民 都知道這棟大樓 曾經發生過失蹤案件 只是詳細狀況都不太清楚 當初是所謂太小提搭做 就馬上就報警了 其實那我覺得也沒什麼 沒有說走票 你也不給人家闖進去 只是有辦法配合的時候 你沒幾戶 有辦法開門 還進去看 是喔 其他都搞不好 人家在裡面睡覺什麼 也不知道啊 案發十年 幾個疑點都還是沒有解答 網路上流傳這 不少官局失蹤案的推論 也都一一被推翻 水塔被鎖上 靈性婦人抱著小孩 也無法輕易躲進通風館 你說從11樓 他會爬到頂樓之後 跳樓 那墜樓的話沒有啊 那幾天都沒有墜樓事件 甚至都沒有任何的跡象 那人家講說 會不會拿繩子攀爬到 旁邊的樓層 或者是從旁邊樓層 你出去這樣 後來警方在那邊調查說 他四周圍的樓層 最高只有四樓 那你從11樓到4樓 是有一個高度的嗎 大樓和隔壁相差過大 沒有辦法輕易跳過去 當時原警挨家挨戶訪查 列出可疑對象 疑疑調查 但全都被排除 所以大家就覺得很好奇 那自然而然聯想到 他是不是到了另外一個空間去 對不對 我們可能說平行宇宙 或怎麼樣 另外的異度空間 有沒有可能 不知道 因為這個科學還沒有辦法印證 可是事實上證明就是說 這個流星婦人跟那個小孩子 就是在圓林鎮這棟財經大樓裡面 失去了他的中影 隨著時間 母女電梯失蹤案件 也漸漸被人們所遺忘 這對失蹤的母女 究竟是進到了另一度空間 永遠消失 還是另有隱期 恐怕沒有一個肯定的答案 可不可以 是 只有一個肯定的答案 有一個肯定的答案 請問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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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問答案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